這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無法理會的文字 真的是意象 所以需要解剖 有四個獸 獅子 有熊 有豹 有一個是根本無法形容 就是有大鋼牙 頭上有十個腳 對不對 然後這個腳呢 十個腳又長出另外一個腳 有沒有 把先前的腳連根拔起 然後這個腳又有眼 像人的眼 有口說誇大的話 大體上就是大意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頁 第三頁這裡有 然後四個獸 事實上這四個獸也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講到人類歷史上四個大的帝國 第一獸 獅子有陰的誓法 這個獅子就預表巴比倫帝國 魯獵神的百姓 那為什麼獅子預表巴比倫帝國 因為巴比倫帝國的這個國 國家的這個國徽 它裡面就有獅子的形象 所以它是一個獅子 也算一個獅子國 飛的獅子 所以你看羅馬帝國就有 那巴比倫帝國 到了這個海山這個時代 事實上 海山他把自己比喻為 這個尼布甲尼薩 今日的尼布甲尼薩 所以你看這個布希就沒有辦法忍受下去了 不管什麼方法就是要把他打下來 因為布希事實上他也是一個很愛死的基督徒 他歇任的時候他說 事實上他每天做 自從他當了總統以後 有一件事情每天都要做 就是讀聖經 這一點我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 當總統 實在是日理萬計 還能夠在神的面前 不論他的功過 但事實上這個人在神的面前 是從讓子回頭 能夠在主面前 友好的享受 尋求主的旨意 這點是我們能夠敬佩的 那他也就是如同二章三十二節的金的頭 那再來第二獸就是熊 這個熊就預表馬代波斯帝國 三根肋骨就是講到波斯有三世主要的戰績 他征服了呂里亞 征服了巴比倫 又把巴比倫滅了毛 然後他也征服了埃及 那起來吞吃波洛文就是他併吞了很多的國家 這個是波斯帝國 那第三獸就是暴有四義 這個暴就預表希臘帝國 為什麼 因為暴跑得非常快 這裡面的時候他跑最快 就是他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建立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帝國 亞歷山大 希臘帝國 但是這個暴裡面他有四個意義非常快 但是這個暴它有四個頭 也就是說這個帝國滅亡 亞歷山大死後帝國馬上就分裂為四個 就是在馬其頓就是旅行馬古 敘利亞的就是塞爾巴斯 敘利亞就在以色列的北方 然後埃及就是在以色列的西南方 多利邁 再來就是在小亞西亞加山等 就是由四個大臣各分成四個王國 這個希臘就分成這四個國 那第四獸就講到極其強壯 大有力量有大崗牙 吞吃嚼碎 它就是預表羅馬帝國 也就是所說的鐵腿 那這個羅馬帝國延伸到最後的 末後的日子就是長出這個十個角 十個角 不僅有十個角指頭 也就是這裡所說的十個角 就是預表必將興起歐洲的十個國家 然後在這個角上長起一個小角 這個小角有兩個預表 一個是預表在北方王在敘利亞王 安提亞克伊比凡尼 這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 在主耶穌來之前已經發生過了 他就在這個你看 這個敘利亞王就是在這個主來之前 這個王安提亞克伊比凡尼 他就是進到聖殿裡面 然後獻凡俗的物品為祭 然後讓這個祭司吃不解的東西 所以在神言中他是可證物的 這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了 但是未來在歐洲還要發生一個 就是敵基督他一樣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在啟示錄十三章一到十節 又提到說有一個海中來的獸 就是但以禮七章 就兩個都在核齋齊 七章七節的第四獸 這與三獸前大物相投 他頭有十腳 然後形狀像豹 腳像熊的腿 口像獅子的口 你看他是集前面的大臣 前面三個獸他全部都有了 啟示錄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預表他是集敵基督 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切 二字立的總結 主啊 有沒有 好 那底下這個 啟示錄十三章一到十節 就是提到 他對於這個但離禮書 所提到這四獸裡面 所提的 但是在啟示錄裡面所提的 特別是專職的 狄七都所提的一言 我們讀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講到這個狄七都 一樣是地中一個據點 指名一個據點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 有十腳七頭 在十腳上戴著十個幻冕 七頭上有褻毒的名號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跨 腳像熊的腳 口像獅子的頭 納容將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權民都給了他 獸的七頭中 有一頭似乎被殺至死 但那死傷卻一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 就跟從那獸 又拜納容 因為他將權民給了獸 也拜獸說 誰能比這獸 誰能與他爭戰 納容又給他說 花大褻毒化的頭 並給他權民 可以任意而喜四十二個月 獸就開口 向神說褻毒的話 褻毒神的名 並他得帳戶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給獸允許 聖徒征戰 並且勝過他們 也給他權秉 制服各之代 各民族 各邦也 各邦國 凡住在地上 名字沒有記載 從創世以來 被殺之羔羊 生命這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這是對於這個敵基督的御表 他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些惡勢力的總結 他集合前面這些帝國的猛士 然後又賜給 這個撒旦又賜給他權秉 這是納容就是指的 這個撒旦 賜給他權秉 然後他就來逼迫基督徒 然後呢 除了基督徒 就是名字沒有記載 莊子以來 被殺羔羊生命這上的人 就是沒有信主的人 就是除了基督徒以外 這個沒有信祂的 沒有信主的人幾乎都去拜這個獸了 這等一下我們會詳細的交通 這個是在末後的日子裡面會有的 Ame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大典 有這個四個帝國四個獸 我們來看 但以禮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語言 就是七十個七的語言 這記錄在但以禮書第九章 好 那我們一樣這個還是要讀一下 我們請丟一節 裡面請一個句點 為你本國之名和你聖神 已經定了七十個七 要指助罪過 逐盡罪惡 逐盡罪滅 引盡勇意 封住意象和語言 並高至聖者 我們當知道 當禮拜 同書立重新建造 耶路撒人 直到有壽高軍的時候 必有七十二和 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尖寒的時候 耶路撒人連接戴毫 都必重新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 到六十二者 並被檢除 一無所有 必有義王的名 並來毀敗這城 和聖神 至終必如洪水沖沒 也有征戰 一直到尾 荒涼的事 已經定了 一期之內 並與許多人 堅定盟約 一期之敗 他必使 祭祀與貢獻子席 哪其毀壞可證的 如飛而來 並且有憤怨 在那其毀壞的身上 聖道所定的結局 謝謝主 這個是一個滿大的啟示 他講到這個人類的歷史 也講到關於基督跟以色列的歷史 他這個裡面這樣子分段 七十個七裡面有同 對前面那個頭七個七 七成七多少 四十九年 所以第二點 從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到 耶路撒冷重建完成 總共花了幾年 四十九年 然後再加六十二個七 就是四百三十四年 從耶路撒冷重建完成 一直到彌賽亞 就是基督被剪除 基督被定了指示下 這個總共又經過了四百三十四年 然後再來中間就隔了 現在是不是六十七加六十二 六十九呢 另外一個七是獨立的 跟這個前面沒有相連 另外一個七就是講到末後的七年 末後的七年 那末後的七年又分為三連半 一七之半 三連半 三連半 然後這中間有插進一段 就是一名一王的名 來毀壞這城和聖守 就是在祖後七十年 羅馬提多太子 他就攻陷了聖城 然後把這個聖殿全部用火焚燒 你知道那個聖殿是用什麼搞的 是用造夾木包金造的 就是裡面是木頭 外面是用金這樣包在一起 他們這個軍兵把整個聖殿 這個聖殿燒了以後 這個所有的金就融化 就到融到哪裡了 融到根基裡面的石頭城牆裡面去了 然後那個軍兵為了要拿這個金子 就把這個石頭都把它推倒 所以就預言了這個 屬耶穌當時的時代 他說你們蓋的這個聖殿用了多少年 用了幾十年 但是我要拆尾他三日要重建 他說這個墊一塊石頭 也不黏在一塊石頭上 所以就預言了這個羅馬太子 提多來毀壞聖神聖殿的時候 他們那些兵兵為了要拿裡面的這個黃金 就把石頭全部都拆了回去刮金子 現在只留下一面就是西牆 也就是現在的枯牆 以色列原來的那個位置只剩下一個枯牆 也就是以色列人他們每每到那個牆旁邊 就是來警惕自己他們亡國之恨 他們當時不聽神的話現在落得這個下場 所以他們在那裡就稱為西牆 又稱為枯牆是這個意思的 那等到這個造會的末後的奧秘時期到來 就我們現在都在這個時期 到了末後的七年半就分成前三年半 跟後三年半 前三年半就是敵基督與以色列人 要立一個和平的約 清約 然後三年半就簽了約了 過了三年半以後那個敵基督就混約了 就殆盡後三年半就是大災難 這世代的終極一直到末期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圖表 在庸子妹手上有一個圖表 我們先看上半段 我們由上 由左到右這樣來看 就是幫庸子妹複習一下這個舊約的歷史 以色列建國的話是在主前一千年的時候 大衛在西伯倫做王 然後呢這個1004年就是大衛在耶路撒冷做王 他在兩個地方 然後後來就是索羅門就繼承大衛 就在以色列做王 然後在966年就開始建殿 那在建完的時候就是在開始建 然後建就在這一年就是出埃及後的480年 這個聖殿就開始蓋了 然後呢照這個索羅門因為他軟弱 取了很多這個外國的兵飛 所以他因為這個淫亂 所以這個王國他就分裂了 分裂就分成北國以色列 跟那個南國猶大國王 有兩個框框有沒有 北國以色列 他首都就是在撒瑪利亞 有十個支派 最後一個王就和西瓦 他是在西元前722年 王國亡於亞述 被捕了 然後呢南國就是猶大國 他是羅伯安 然後呢這個羅伯安這個王 耶羅伯安是大臣他創國 那羅伯安呢就是這個索羅門的兒子 他呢在南國只有兩個支派 就是猶大跟汴雅雲支派 然後呢他們就是 事實上他們就在約雅金的時代 就主持了606、605左右 就猶大就王國了 被尼布賈比薩滅國 然後被捕到巴比倫 然後到了這個 這個祖前586年 就是在歷代之下有提到 這個耶路撒冷一聖殿就被毀 就被毀在西里加那個時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還有一個 好 我們再去往右邊看好了 530 祖前538年 就是馬代人 就是後來要建立這個波士帝國了 大利烏就歷史上的這個大流氏 大流氏 他殺了伯沙薩 伯沙薩呢是尼布賈比薩的這個應該是孩子 因為他狂妄 太過狂妄了 所以呢他底下的人神子就上來 就把他擊殺了 也算是另外就建立一個國 就在古列 他這個算是大利烏一世啦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大利烏後面還有一世 然後在這個536年就古列王元年 現在我們讀了這個以賽亞書 古列王元年的下詔 貝魯的以色列回可以歸回 然後這時候就神掌索羅伯伯 他就開始重修聖殿 好 那我們看中間的這兩個時期 從祖前606年到祖前536年開始重修聖殿 就是耶路沙人荒涼滿足的年數就是剛好是70年 那但伊尼是在什麼時代呢 就是在尼布賈比賽那個時代 所以他當時看到這個意象的時候 還過了幾十年這個事情來成就 然後那522年就到520年就是他們建殿開始 開始重修聖殿 就哈蓋他們蓋了一半以後又停下來 所以哈蓋跟撒迦利亞就兩個聖殿者 要鼓勵人民繼續建殿 他說這個聖殿依然荒涼 你們還住在天花板上的 天花板的房屋呢 你們個人要起來 為神的殿要付出要來重新修這個聖殿 要鼓勵神的子民要有剛強 為了神的權益著想 不能天天住在自己的家裡享受溫暖的窩 好 那516年就是大利屋一世 這是另外一個大利屋 6年這個聖殿就修成了 所以開始修到516就修好了 然後在祖前478年就進到亞哈水魯王 也是這個波斯帝國的 他的王后就是以斯鐵 以斯鐵記 聖經中的以斯鐵記 然後到了446年 那時候有人從耶路撒冷那裡回來 報告告訴那個尼西米說 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 門被火焚燒 所以尼西米就非常的這個 在這個王面前禁食 那我們問他為什麼這麼的悲傷呢 他就講到這件事情 所以當時的這個波斯王 亞達學西王就赤兆書 允許這個尼西米回去重新建造 所以你看446年 一直到397年耶路撒冷的城 連接帶好重新建造 前面是建聖殿 這邊是建耶路撒冷城 所以神的工作是什麼 從圓星到圓州 殿是城的中心 在之前蓋好了 重新修好了 現在是要蓋耶路撒冷城 連接帶好要重新建造 也是有剛剛我們所讀的7乘以7 就是49年建造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62個7 62乘以7乘以434年 一直到祖後 這個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 歲數上應該是祖後28年 因為這個犀利他有一些4年的誤差 以前在讀歷史的時候沒有 也沒有讀到這一點 4年的誤差 所以祖是33歲的時候 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應該有誤殺聖殿 所以就是在祖後28年的時候 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彌賽亞被檢除 然後到了70年 我一王的名就是羅馬提督賴子 來毀壞這聖城和聖殿 感謝主 這是剛剛我們所提的